景泽镇完全没做一早事 夏天还没有完全亮 可挺好吃的就开始地探寻吧 整个市场起这么早的 只有前面水果蔬菜批发市场那些冷 包括做早点的一些冷 再就是咱们这些玩古玩 卖古玩的这些冷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刮风下雨天乐天冷都得起这么早 其实冷都蛮多了 他们来的都很早 现在都打着电筒 在找自己喜欢的物件 喜欢的宝贝 总体市场上面好货还是很难遇的 每次来都是抱着希望而来 早上他们在这里挑一些檀檀罐罐 这里有些民俗补货 这个太普通了 我就不要了 然后到这个摊上 刚开始给老板问了一套盒 你这样吧 咱们谈成了 我家五十你让五十就这样了 你再别加了 你再别弄了 我这个吃吃在这给你谈生意 好吧 就包一下算了 看一遍啊 这个有四节盒啊 四节盒 没有盖子 我看我家里面有没有盖子 这不一定有 这是哪里的 那应该离得近 那就这样吧 先把这套盒 给老板拿着 走了看看下一个了 拿酒壶过来拍一下 这里一个民国的人物酒壶老师傅 都挥了给我了 对 你盖子在上面 这边还有一套这个吊盆 这个画的是薄谷青花的 这个其实品质是还可以 这种尺寸大完整的 晚清的一个吊盆 画薄谷纹的 也拿着 这三个都一起买了 那就买了啥都给大家看一下 他上海的 三件路库 我说这个老板怎么把东西都带紧盒呢 他说都是他这一年 是一年还是两年 自偿的一些东西 现在过年前全部拿出来处理了 换钱过年了 顶着还可以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一套就给大家拿着 这有一个酒壶 好像最近有些朋友说 比较喜欢酒壶 今天正好买了两个酒壶 这个坝是带这种磨印工艺的 还是很好看的 一个酒壶 非常雅气 也比较少见 这个老板要两千 但是这种是全品的 少了 不能少 放在包里面 你打开放进去 待会再看看别的 看这个 这种样式还比较有意思 这个瓶子是 瓶肩部往两边收的 有个收尖的一个这种造型 然后画的是松石绿地 宝像花卉的一个 福寿这都是刚到的物件 底下有一些国外拍卖的标签 买一送一 买个瓶子送一个小瓶 是蛮特殊的 全美品 前面有一个 这个造型还是挺好的 有点像那个长草瓶的那种造型 画片非常精细 造型也特别好 但它说好像是 口上是有修的 不过它修的还可以 这一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重新画了一点 这种当然如果全美的话 要好几万 这种尺寸还不是很小 然后东西也比较好 配着木盒 木盒 康熙花瓶 老板给我一个整数这样 让个力 别别别别 尾数别讲了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其他的我们再考虑 在别的看下 这种样式都在 明清官邀里面出现 所以它的品种 路分都是比较高的 解漏了 老板茶也不喝了 就直接倒 倒就给我了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壶 这个检查好久了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这种带瓜仁的工艺 上面是一个这种 比较漂亮的 一个这种花卉 花草纹 一开始老板都是乐乎 泡上茶的 然后我把它这个 拿下来的 还有一个原装的盖子 还是不错的 它有个锦盒 把这个往锦盒一放就行了 天冷了 烤烤火 这个火烤肩暖 还是收获不少 淘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下一个 你这种花卉卖多少钱 这也康熙的吧 这也康熙 价格呢 这不仅又卖一万的 反正卖 至少四千五 有点毛病 卖四千五 对 像这种花卉 大家听一听 市场价 如果全面品价外的大几千一万 东西不要认为 尺寸大的就一定贵 尺寸小的就一定不值钱 这个小花锅 刚才说多少钱 八千 八千 乾隆的一个 还是外销的呢 粉彩人物的 这个十来公分 一个小花锅 这个叫八千 但这种好物件 这种小物件 也不会很低的 这把吗 都不值钱 都不值钱